神國之光的大兄姊妹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神國之光的線上崇拜 我們現在預備好我們的心 我們一起去聽神的話語 我們訪大兄姊妹 平安平安 祝我們祂弟兄姊妹們 平安 很開心給大家 很高興與大家見面 特別有新的朋友 特別有新的朋友 歡迎你 我們今天唱了一首歌 我們今天唱第一首歌的時候 是在以赛亚書 耶和華的靈高在我的身上 是讓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這句話是指著耶穌基督講的 當時的耶穌基督還沒出生 但當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三年半的時間裡 他就在一直做這件事 即著神職其事 即著神職其事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當他受死 復活之後 當他受死 復活之後 他又見到了門徒 他又見到了門徒 在《施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 在《施徒行傳》一章八節裡 他就吩咐那些門徒說 你不要周圍 哪裏都不要去 你們哪裏都不要去 你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 你們在耶路撒冷等候 是等到聖靈的來臨 當聖靈的能力是在你身上的時候 當聖靈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的時候 你們就會為我傳福音做見證 你們就會為我的見證 為我傳福音做見證 從耶路撒冷開始 直到地 直到地極 直到世界的末端 這就是當時主對他的門徒所吩咐的 也就是說 主不想他的門徒只將福音在耶路撒冷 傳到世界各地 是要傳去世界各地 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直到地極 直到地極 Amen 我們要將這個福音傳到地極 我們要將這個福音傳到地極 好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神給我們教會的名字 我們看一下神給我們教會的名字 我們叫什麼啊 我們叫什麼名呢 神國之光 神國之光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 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名字 我們是神國的兒子民 對不對 我們是神國的子民 神國度的子民 我們是神國度的子民 我們也是光明的兒女 我們是光明的兒女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身份就決定了我們的角色 我們的身份就決定了我們的角色 因為我們是神國的子民 因為我們是神國的子民 我們 我們是活出神國子民的生命出來 我們 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儿女 我们就要为主发光 最后为主发光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为主发光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将这个光带到人的面前 带到那些还活在黑暗的人的面前 带到那些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的面前 让他们见到这个光 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光 来到神的光面 来到神的光之前 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意思 这就是传福音的意思 这个也是你和我的责任 这也都是你和我的责任 每一个都是 有谁是神的国的主民举手 有谁是神光明的儿女举手 有谁是神光明的儿女举手 这就是你的责任 这就是你的责任 将这个福音传到他们的 将这个福音传向地址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叫一切相信的人 要叫一切相信的人 很多人今天在世界上 会在很悲惨的图形之下 因为当今的世上 有很多人活在很悲惨的情形以下 家庭破碎 家庭破碎 有疾病 有疾病 活在贫穷当中 活在贫穷当中 他们看不到出路 他们看不到出路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福音 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没说什么 可以说什么 只有耶稣基督福音 只有耶稣基督福音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改变一个人的前程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前程 最重要的 福音可以改变一个人 在永恒中的地位 可以改变一个人在永恒中的地位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原因 神国之光教会是一个很注重猜传的教会 神国之光教会是一个注重猜传的教会 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去做宣教 我讲过我本身的宣教的故事 我讲一个我本身宣教的故事 我在一个很传统的教会长大 教会没有什么讲宣教的事 这个教会没有多大提宣教的事 我也不认识什么叫宣教 我也不认识什么叫宣教 也从来没有去过宣教的地方 也从来没有去过宣教的地方 在1991年 在1991年 我自己重生得救了 我自己重新得救了 寄着神的恩典 寄着神的恩典 我重生之后我就读了很多的书 我重生之后我读了很多的书 除了圣经之外我看了很多那些神国人的传记 除了圣经之外我还读了很多那些神的仆人的传记 那我看他们的生活 我看他们的生活 他们怎样是牺牲自己 将这个福音传到自己 他们是怎样牺牲自己将福音传到地址的 我看他们的生平真的很感动 我看到了他们的生平 我很感动 也都给我对宣教一个新的认识 也给我得到对宣教的一个新的认识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几个宣教士 讲讲他们的事迹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几位宣教士 简单的介绍一些他们的宣教的事迹 第一个是戴德森 第一位是戴德森 戴德森有谁听过的 戴德森有谁听过的 戴德森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 戴德森是一位英国的传教士 他的曾祖父是叫James Taylor 亦都是Taylor的Family 他的曾祖父是James Taylor 大家知不知道Taylor这个家族吗 大家知道Taylor这个家族吗 他侍奉了九代 他们侍奉了九代 超过200年 超过200年 今天TaylorFamily仍然侍奉了神 今天的Taylor家族还在依然侍奉了神 这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家庭 这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家庭 戴德森被神呼召 戴德森被神呼召 去了中国 去到了中国 他在清朝的时候去中国 他在清朝时代去到了中国 他侍奉了神在中国54年 他在中国侍奉神54年 他最后那次宣教的旅程在长沙 他最后一次的宣教旅程就在长沙 长沙在哪里 长沙在湖南 湖南 在湖南的地方 长沙在湖南 主就在那里带他回 主就将他在那个地方接回了天家 戴德森很爱中国 戴德森很爱中国 很爱中国人 很爱中国人 他甚至专利清朝的服装 他甚至穿上了中国清朝的服装 是为了向中国人去传福音 他实在实在非常非常地好 他实实在在非常地爱中国 他曾经有说过一句话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有一千条生命 如果我若有一千条生命 我都会将他奉献给中国 我都会将他奉献给中国 他也都说过这个话 他也说过一句话 基督要是我们全部生命的主 基督要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 如果我们不当他是我们全部生命的主 他就不是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不当他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的主 他就不是我们的主 这句话非常非常地有启发性 这一句话是非常地有启发性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 对不对 他一定是我们生命中的主 他就一定是我们生命中的主 生命中主不是只是某种生命 而是全部的生命 生命中的主不是某一种生命 而是全部的生命 我们要完全耶稣基督是完全是我们的主 我们要完完全全地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承认他是我们的主 承认他是我们的主 如果不是他就不是他 若不是这样 他就不是我们的主了 拜德生在中国最大一个成就是什么呢 拜德生在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是什么呢 他就建立了中国内地会 他就建立了中国内地会 China Innovation 这个就是OMF的宣伤 这就是 OMF的中文叫什么叫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 基督徒海外宣教 基督徒海外宣教的中心 这个OMF很出名的 这个中心很出名的 他派了几千几千都不知多少宣教士 去全世界各地 他派了无数的宣教士 我们去到中国全国各地 葛贝里都是OMF的一个 葛贝里也就是这个中心当中的一个成员 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 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 OMF对于这个宣教的贡献 OMF非常之大 对这个宣教的贡献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可能以后就听同心灵吧 可能我们要去到天堂才能明白它的影响 这个就是戴德生 这位就是戴德生 我们很感谢神神听起 一个外国人将福音带来中国 我们很感谢神 兴起一位外国人将福音带到中国 这个二百多年 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 你没想到他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 离乡别井 要离乡别井 来到中国公园的地方 来到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 当时并没有飞机人 当时并没有飞机 他们要坐船在海上一个多月才能够来到中国 沿途大风大落 沿途大风大浪 很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船分分钟会沉的 这个船分分钟又会沉没 可是这就是神的呼召 我们再看另一个人 这是中国人 这是中国人 谁听过他的名字 宋尚哲博士 有吗 谁听过宋尚哲博士 有谁看过他的传记的 有谁看过他的 宋尚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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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在中国 1930年代 1930年代 升起的 大的暴徒家 一个伟大的 富达家 在1920年 在1920年 宋尚哲当时19岁 宋尚哲当时19岁 他去了美国读书 他去到了美国读书 欧哈欧 余联罕士 欧哈欧大学 他是读化学的 在大学读化学的 通常在美国读大学要四年 通常读大学化学要四年毕业 但是宋尚哲博士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宋尚哲博士非常的聪明 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从学士一路读到博士 有学士一直读到了博士 五年之间他拿了个化学博士 五年之间他拿到了一个化学博士 不仅如此他名字 不仅如此他名字 他名列全貌 考到非常好的成绩 大学奖了一个金章给他 大学奖了一个金章给他 优异的博士 优异的博士 当时中国大学向他招手 当时的中国大学向他招手 我们现在说是一九三几年 那时是八十 九十年前的时间差不多 大概是九十年前的事情 那时读大学都很困难 当时读大学的都很困难 别提那个博士学位了 如果他回到中国 如果他回到中国 他的前途是无限的 但是宋上节在美国呢 但是宋上节在美国呢 遇到神 遇到了神 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宋上节重生得救了 宋上节重生得救了 神给了他一个意象 他在意象当中看到一个波涂洶涌的海 波涂洶涌的大海 在那里千千万万人浮沉沉 有千千万万人在那海中浮沉 就要淹死的时候 在意象中距离一个十字架 他在意象当中看到了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海面飞行 这个十字架在海面上飞行 那些海面上的人仰望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就得救了 在那海上救起来了 神就用这个意象呼召宋上节 回到中国去传福音 在1927年 宋上节当时26岁 当时的宋上节26岁 他坐船回中国 在海上坐船的途中 他做了一件很不同的事 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他将那些博士证书 甚至他的金章扔到太平洋 他将那些博士证书 甚至他的金章 都扔到了太平洋 因为他清清楚地知道神的呼召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神的呼召 他愿意放弃一切 他愿意放弃一切 甚至他辛苦读来的博士学位 甚至他辛苦读来的博士学位 来回应神的呼召 回到中国之后 因为宋上节的顺服 因为宋上节的顺服 神大大的使用了他 宋上节只是传福音传了14年 宋上节只传了福音14年 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大家看到43岁 我们看到 14年之间 14年之间 在14年当中 他在中国 东南亚各地 在东南亚各地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 印尼 各地 推传福音 去传福音 救了很多很多人 拯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最保守的估计 最少超过10万人 因为宋上节不是福音而顺着 至少 就至少超过10万人 由于 宋上节所传的福音而信主 他有一个花名 有一个名称 他有一个名称 他叫宋上节做中国的施洗约翰 叫宋上节为中国的施洗约翰 为什么呢 因为宋上节 真的讲道 真的好像施洗约翰 他在宋上节所讲的道 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他从来不妥协 他从来不妥协 他不会说 你信了耶稣 就办事顺利 他不是说 你信了耶稣 就凡事顺利 什么都行的了 什么都好 都好的了 好像今天有些人 全部有什么用 好像当今的有些人 穿福音一样 信耶稣 拿一张护照就上天堂了 信耶稣 拿到护照上天堂了 他不是 他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他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悔改 赦罪 悔改 赦罪 赦罪 他对罪讲得非常非常坦白 他对罪讲得非常坦白 非常透切 非常透切 他说你一定要悔改 从罪中悔改 他说你一定要从罪中悔改 让你的罪得到赦免 让你的罪得到赦免 这个是不是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 那就是施洗约翰传的福音 他一出来 就呼召那些犹太人 他一出来就呼召那些犹太人悔改 他要相信耶稣 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他的道是感动人心 他所讲的道是感动人心 宋上节有先知的恩赐 宋上节有先知的恩赐 他绝对不对罪妥协的 他绝对不会对罪妥协的 有些牧师长老很怕去宋上节的聚会 有些长老牧师很害怕去参加宋上节的聚会 因为宋上节指出他们的罪 因为宋上节会指出他们的罪 他们不敢去 他另外一个罪名叫宋风子 另外有一个绰号叫宋风子 傻傻的 傻傻的 他绝对不是傻 但是他的全福音的方式很不尋常 他传福音的方式是不寻常的 有时他传福音他会唱零歌唱辉会 有时他在传福音当中 他会唱零歌甚至半个小时 他会自己做一个戏剧 他会自己做一个话剧 人们说他为什么全福音这样 牧师这样 有人认为这个牧师怎么会这样传福音的呢 所以就称他为宋风子 所以就称他为宋风子 但那些因为他全福音于信主的人 但是那些由于他传福音而信主的那些人 是真的相信的 是真的相信的 事实上很多人听了他的目音背会之后 事实上很多人听了福音之后 悔解之后 有些人后面成为牧师 后来成为牧师 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长老 甚至他下一代 甚至那些人的下一代 都成为牧师 都成为牧师 今天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有些人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母 都是因为宋上节的福音不信 今天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有很多人 他们的祖父母 或者父母 都是因为宋上节所讲的 才得到而信主 我们很感谢他 我们很感谢 谁 在中国兴起了这么一位伟大的副导家 第三个 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词 第三个就是 金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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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是OMF的 他是呼召去Equadal Equadal 是 鸡瓜多鱼 是南美洲一个国家 他们 他受护照去到了 俄瓜多 他向那里的当地的土人 他向当地的土人传福音 那些土人是未得之民 未信主的 那些土民是 魏德之民 从来没有信主的 很暴力的 非常的暴力 在1956年 在1956年 金艾列 金艾列 和他的四位同工 他们走进去Equadal的森林里面 向那些土著的福音 他们进入到森林里面 向当地的土著人传福音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那些土人以为他来侵略他们 那些当地土著人以为他们来侵略他们 将他们五个全部杀了 将他们五个人全部杀了 那你就以为福音的事工完蛋了 那你就以为福音的事工完蛋了 但是不是 那些太太叫Elisabeth 她带着一队同工继续进入Equadal这个国家 继续向他们祝福音 带领了一队同工继续进入这个国家 向当地的人传福音 带了很多人 带了很多人 你认识了几年之后 在几年之后 他带那里的土著 他带领了当地的土著 去到美国国会做见证 去到美国的国会做见证 其中有些就是谋杀她丈夫的那些土著人 当中有些是谋杀她丈夫的那些土著人 在那里见证了神的恩典 福音的大能是怎样改变生命的 福音的大能是怎样改变生命的 当我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 当我看了这些宣教士的传记之后 我刚开始不是很明白 我刚开始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他们能够捨弃他们家的书籍 走去一个远遇的国家 不熟悉的国家去捨弃他的生命 他们怎么能够离开他的家庭 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去捨弃他的生命呢 后来我渐渐的明白了 因为神的爱 这是因为神的爱触摸了他们 他们愿意 他们愿意 顺服神的呼召 愿意顺服神的呼召 主的命令 然后他们自愿将他生命 奉献在宣教的地带上 然后他们自愿地将他们的生命 奉献在宣教的祭坛上面 他们服从神的命令 他们服从神的命令 什么命令 什么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 这是主临升天之前给他门徒的大使命 这是主临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 大家都要记住 大家都要记住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第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八到二十字 这个阿飞是我们的主临 因素尽全全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刺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付子聖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 遵守我就 遵守我就长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目标 Amen 这个就是大使命 这个就是大使命 主要是头头先先给他的门徒 就是犹太人 主是首先是给了他们的门徒犹太人 犹太人信徒主的命令 将这个福音带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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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认识主 今天我们认识主呢 是犹太人给你信 是由于犹太人他们信徒神 好了 今天这个大使命也交给你 今天的这个大使命也都交给了你和我 对不对 我们都是基督的 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 但是我们认识大使命和信復大使命是两件事 但是我们认识大使命和信復大使命是两件事 你说的宣教很多基督徒都有问题 讲到宣教很多基督徒都有问题 不是很容易去 不是很容易去 那他们有很多理由 他们都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其实最根本的理由就是 其实最根本的理由就是 他们是要离开他们舒适的场所 去到宣教去 他们要离开那么舒适的场所 去到宣教的地方 我问你了 我问你了 坐在你家里的厅里看电视舒服 你坐在你家里的客厅看电视舒服呢 你以为去马来西亚的树林里被炆咬你舒服呢 或者去到马来西亚的树林里让蚊子咬舒服呢 当然坐在家里舒服 肯定是在家里坐着舒服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去加入教会之后 我去第一次宣教之前 我记得我加入教会第一次去宣教的 我想到这些我很多的机口 你去到外国的地方 你去到外国的地方 有一个文化的差异 有于文化的差异 言语上的差异 去到那里不懂得说马来话 去到那里你不会说当地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恐惧 我记得神在我梦中向我启示 知道神有一次在梦中向我启示 你以为我看到了什么 你想在梦中我看到了什么 我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树林里面 我就在马来西亚的树林里面 几百个蚊追着我 几百个蚊子追着我 我就知道神要我去宣教 我就知道神要我去宣教了 我就去了第一次去宣教 我就参加了第一次去宣教 那去到那马来西亚的树林里面 去到那马来西亚的树林里面 没有闻 很奇怪 我看到几百个营火虫 我看到了几百个营火虫 大家都懂营火虫 我们去完聚会之后 我们去完聚会到已经晚上差不多十一点了 你知道那些马来西亚那些落后的地方没有灯的吗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那些落后的地方没有电灯的 但是神就派一些营火虫带我们回去 带我们回去 神就派那些营火虫带我们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这个是我第一次宣教的经历 这就是我第一次宣教的经历 在那里 在那里 我经历到神的神迹的事 我经历到神的神迹奇事 那由那天开始 由那一次开始 宣教再不是一个困难的事 宣教再不是一个困难的事 我很喜欢去出去传福音 好了 因为在传福音当中出去宣教的时候 我们明白神的心 我们明白神的心 父亲的心 什么是父亲的心呢 什么是父亲的心呢 当主与他的门徒一起的时候 当主与他的门徒一起的时候 他告诉了他们 我会离开你们 但是我会再回来 但是我会再回来 有一天的门徒就问他 主啊 他说主啊 世界末日几时来到呢 这个世界的末日 什么时候来到呢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因为那些门徒知道 因为这些门徒他们知道 当主再回来的时候 当主再回来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日 对吗 就是世界的末日 这个主就这样说 这个主就回答他 大家来看一切经文 是在 《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 在《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 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这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大家要留意主说什么 大家留意主在说什么 因为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亮光 因为在这里主给了我们一个亮光 什么亮光呢 什么亮光呢 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亮光 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亮光 我们大家知道基督现在上了回到天上 我们都知道基督已经回到了天上 但是他应许过再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叫基督再来 我们叫基督再来 第二次再回来的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基督姐妹 你盼望主再回来吗 盼望主再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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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要盼望 为什么我们要盼望呢 因为主再回来的时候 因为主再回来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在这个世界上 统治整个世界 统治整个世界 主再回来的时候 主再回来的时候 罪恶就消灭了 罪恶就要消灭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世界有多少问题 我们看一下当今的世界是 多么的问题 整个世界 我们的基督徒要盼望主的盼望 都要盼望主再回来 在这里 主给我们一个条件 主给了我们一个条件 他回来的条件 是什么 就是当这个福音 传遍地址 就是当这个福音传遍地址 传遍万民 传遍万民 主就回来了 主就回来了 基督再来的一件事 基督再来这件事 一定是很多人的疑问 一直都是很多人的疑问 究竟耶稣基督何时会回来呢 究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在过去2000年之中 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是一个迷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是一个迷 很多人给一些预议 很多人给出了一些预言 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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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主会再回来了 世界末日了 世界末日了 或者在2000年的时候 有些人说 主会再回来了 有些人说 他们有议言说 主就再回来了 全部都是错的 因为主耶稣自己亲自说过 没有人会知道我何时回来 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再回来 只有谁知道啊 只有谁知道呢 父神 我们的父神 全宇宙只有一个知道 全宇宙只能有一个人知道 三一神的父神 三位合一的父神 所以我们不知道主会再回来 我们的教会就掌管主再回来的那个钥匙 听着啊 就是我们教会呢 可以影响主何时回来 我们的教会就是可以影响 什么时候主再回来 可以提前主再回来 可以提前主再回来 那这里的钥匙是什么呢 这个钥匙是什么呢 当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 传到万国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 传到万国的时候 我一个个家传去的时候 每一个国家都传出去的时候 主就会回来了 主就会再回来了 对啊 因为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主的应用 我们看到了神的应许 所以呢 所以呢 基督徒传不传福音呢 基督徒传不传福音呢 就可以影响拖延 或者加快主的再回来 就会影响拖延 或者加快主的再回来 Amen 这个再回来 这就是使命就在我们这里 好了 那这个 其实这一节正经呢 是主一个先知的预言 其实是断生之间 就是主的一位先知的预言 没发生的嘛 是不是 末日未到嘛 还没发生 末日未来到 主未回来嘛 主还没回来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预言 这是一个预言 那之后呢 之后呢 主将这个预言 给他的门徒两个命令 这两个命令非常非常重要 这两个命令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十六章十五节 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他又对他们说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拿去 全福音给万民听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命令主说什么呢 这个命令主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全球性的宣教 对不对 这就是说全球性的宣教 去普天拿全福音 去普天下传福音 给万民听 给万民听 全世界的地方 全世界的地方 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马可福音28章十九节 这个大使命令 买太福音28章十九节 这就是大使命 所以你们去选万民做我的门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共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试试 共父子圣灵的名 圣灵的名 给他们试试 在这里主说什么呢 在这里主说的是什么呢 是全球性的门徒训 是全球性的门徒训练 各位 这个就是全被福音 这就是全被福音 我们首先要向未信的人传福音 我们首先向那些未信的人传福音 带他们进入神的角度 带他们进入神的角度 跟着在教会里面 然后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训练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训练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让他们成熟之后可以继续传福音的工作 让他们成熟之后能够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 对不对 这个就是全被福音的意思 这就是全被福音的意思 而这个就是交托了给你和我的 而这个任务是交托了给你和我的 大家看看这两个解名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诫命 这个万民所有的国家 万民是说所有的国家 这个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国家是什么意思 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是这个国家 好认为今天中国美国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主公司好像我们今天想说 中国美国什么国 大家看看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国家主的意思 这个国家主的意思是 这个国家主的意思是 黑历文是 黑历文是 西历文是 animal 也说中文是 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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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种种 中文译成 族群是不同的种族 所以主公这个虚话的时候 这个主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叫我们中国英国美国传福音 他不是叫我们去中国美国什么国去传福音 当然我们要去 我们当然是要去 但我们是传福音去不同的族群 我们传福音去到不同的族群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这个呢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UPG 美德之民 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 慰德之民 大家记不记得每个月 我们在教会为慰德之民祈祷 大家记得我们每个月都有在教会为慰德之民祈祷 对不对 孰先姊妹是负责这个事工 我们每个月为的祈祷 不是为一个国家 对不对 我们每个月为的祈祷 不是仅仅一个国家 是为一个族民祈祷 是为一个主名祈祷的 一个族群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 在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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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A Project是一个 专门研究 美德之民的机构 有一个专门研究 全世界有17,446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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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族 有不同的族民 大家明白吗 在澳洲这个国家 可能有100个 100个不同的 在这个国家 大概有100个不同的族群 全世界在澳洲 全世界在澳洲 中国有很多族 对不对 中国就更多的族群了 所以主讲的国家 不是今天我们国家的意思 是讲族民的意思 主所讲的国家 不是今天所讲的国家 而是讲的是族群的意思 主民在这个17,000多个族民之间 仍然有7,400个未得之民 在17,400多个民族当中 仍然有7,400个 42%的民族是贵者之民 即是说42%的福音还未传去 之所以有42%的人 没听过福音的 但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 这42%呢 其中有85%呢 是在10,400多个民族 是在10,400多个民族 14,400多个民族 但在这42%里面 有85%的未得之民 是在这个 14,400多个民族 14,400多个民族 大家有没有听过14,400多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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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度到40度之间的不同国家 是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10,400多个民族 这就是10到40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10到40 大家看一下 这10到40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宗教 这就是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宗教 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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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徽教 印度教 佛教 还有佛教 在中国这些地方很多是无宗教 在中国这地方有很多无宗教的 那这三座第三是阻止福音全遍地极的最大的阻力 这三个就是阻碍传福音、传遍地址的最大阻力 没错了 那其中呢 就只有3%是基督徒的 在当中只有3%是基督徒而已 所以如果福音要传遍地极 首先要供下这三个三 所以福音要传遍地址 首先要供过的这三座大山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出去传福音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出去传福音的原因 我们讲一讲整个之光宣教的策略 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神国之光宣教的策略 我们主要做三件事 我们只要做三件事 第一我们祈祷 第一我们祈祷 你看到我们时刻为传福音祈祷 我们看到我们时刻都为传福音祈祷 我们每个星期六有个叫做prayer altar 是祷告会 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祷告会 我们在小组里面为宣教祷告 我们在小组里面为宣教祷告 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 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 我们会为宣教祷告 我们每个月为未得之民祷告 我们每个月都有为那些未得之名祷告 为什么我们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有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 祷告可以打开福音祷告 教会的大英姊妹非常慷慨 教会弟兄姊妹们非常慷慨地奉献 在过去二十多三十年当中 在过去的二十多三十年当中 你知不知道神国之光为宣教奉献了多少钱 你们知道我们神国之光为宣教奉献了多少钱呢 有谁知道的 超过三百万 超过了三百万 你想不到我们教会不是很多人 我们想象不到嘛 我们教会人数不多 感谢主的恩典 但是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弟兄姊妹的慷慨 感谢弟兄姊妹们的慷慨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大使命的重要性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大使命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是慷慨支持宣教的事 所以我们慷慨地奉献 支持宣教的事工 祷告和奉献 祷告与奉献 只是一个准备 只是一个准备 准备是什么 准备是什么呢 我们要走出去 准备的就是为了要走出去 奉献并不是个终点 奉献并不是个终点 我们出去先是个终点 我们出去才是最终的目的 而过去的三十年当中 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 我们去过很多个地方 我们去到了很多地方 印度 印度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日本 日本 中国 中国 香港 香港 圣诞岛 圣诞岛 台湾 台湾 曼加拉 孟加拉 孟加拉 中东 中东 有过很多很多不同 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梁兄姊妹都是 顺服主的命令 顺服主的命令 出去 将福音带出去 你问我怎样可以参与大使命 我怎样可以参与大使命呢 一个是官方的方法 就是一个就是去宣教的事工 去宣教 一个官方的方法就是去参加宣教 mission trip 宣教 有谁去过 有谁去过 感谢赞美主 有谁去过 感谢赞美主 没去过不要紧要你带把机会去 没有去过的 有很多机会 哇 你说我年纪大了 我怎样去啊 你会说我年纪大了 我怎样去呢 我们 没记得7月我就会去KK 一个宣教的事工 不久我们就要去KK 一个宣教的事工 去福士奉那里的年轻人 去师父那些年轻人 你猜谁参加 你想有谁参加呢 Auntie Becky Auntie Becky 大家都认识Auntie Becky 大家都认识Auntie Becky Auntie Ching Shiu Auntie Pinshu 她们六七十岁 她们都六七十岁 她们都六七十岁 多少 八十岁 哇 谁啊 不要说人多少岁 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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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纪大我不去 我认为我年纪大不可以去 大家都可以去 大家都可以去 Auntie Man 那你说我真是不回答身体问题 你说我真的去不了我的身体有问题 我建议大家有两个方法 建议大家有两个方法 大家有没有去吃风 大家有没有去度假 有没有去度假 有没有计划去度假 有没有计划去度假 很多时候你们连美的时候都回去探亲 或者年中的时候又去探亲 马来西亚 香港 中国 等等的地方 等等的不同地方 这个就是宣教的好处 这就是宣教的好机会 你不用正式参加这个宣教的旅程 你不需要正式参加这个宣教的旅程 因为每一位都是基督的大使 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基督的大使 你只要很简单 你去吃风之前 你去度假之前 你祈祷 你祈祷 神啊 神啊 求你将这个福音门向我打开 求你将这个福音的门向我打开 我们叫神定的约会 我们就叫它是神定的约会 Divine Appointment 神定的约会 什么叫神定约会 什么叫神定的约会 可能你回去度假的时候 可能你回去度假的时候 神会让你遇到一些人 你很久没见到的 神会让你遇到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 或者你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 或者你从来没认识的陌生人 哇 深刻祂就跟你联络到 呃 关键祂和你联络上了 这个就叫神定的约会 这就叫神定的约会 当你一知道这是神定约会的时候 当你知道这是神定的约会的时候 这就变成了神给你的工作 这就变成了神给你的工作 Divine Appointment 指定给你的工作 神指定给你的工作 那你所谓可以做的呢 你可以做的是 祈祷 求神圣灵的带领 求神圣灵的带领 神就和你一起同工 将这个福音传开 将这个福音传开 等下我讲的见证给大家 等一下我会讲些见证给大家 呃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你会说 我今年没有打算去吃风 我今年没有打算去度假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澳洲有100个族群 澳洲有100个族群 有很多人可以给你传福音 这里有很多人可以让你去传福音的 可能神会带领在shopping center 撞到某一个人 中国人 海维西人 印尼人 香港人 台湾人 可能神带领你在某一个购物中心 让你遇上一些别国的人士 你知道这是神定约会之后呢 你知道这是神定的约会之后呢 你祈祷 求神为你打开这个福音之后 绝对不是难 绝对不是难事 因为 因为 主应许过同意同工 主他应许过与你同工 我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门了 我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相信不相信 只要你愿意跟随主的命令 只要你愿意跟随主的命令 主就会同意同工 主就会与你同工 因为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 对不对 因为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 Amen 我们只是救恩的同工 神的同工 我们只是救恩神的同工 Amen 好了 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给大家 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给大家 告诉你们 传福音绝对不是困难的事 只是一个神定的约会 在二十几年前 我们第一次去圣诞岛 在二十几年前 我们第一次去圣诞岛 为什么去圣诞岛 当时圣诞岛有一班基督徒 我们建立教会 我们有一队人去了 我们就有一队人去了 由这里去圣诞岛五个小时的飞机 由这里去到圣诞岛五个小时的飞机 坐得很小的飞机 每边两个座位 每边两个座位 那我就坐第一行 我是坐在第一行 前面就是那个机师 前面就是飞机师 坐我旁边是一个澳洲人 年轻人 坐在我的旁边 隔壁是一个澳洲青年 我想二十几岁 大概是二十几岁 我们坐了飞机起飞之后 到我们的飞机起飞之后 这个年轻人跟我聊天 这年轻人和我聊天 我心想 神经的约会 我就心想 这是神的约会 他问我是谁 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圣诞岛 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圣诞岛 我就跟他聊起来了 他告诉我 原来他告诉我 他在Cocos Island做工 他在Cocos Island 有谁听过Cocos Island 有啊 谁听过Cocos Island Cocos Island 在圣诞岛之前一个站 Cocos Island 就在圣诞岛之前的一个站 是 是 是 Cocos Island是四个小时的飞机 Cocos Island是四个小时的飞机 圣诞岛是五个小时的飞机 圣诞岛是五个小时的飞机 他一定要陪我四个小时 他坐在一个牧师旁边 因为他坐在一位牧师的旁边 他真是幸运了 他只能拿个降落山跳下去 他没得走的 除非他跳伞 要不然他遇不开我 在四个小时之内 在这四个小时之间 我就有聊天 我们有聊天 慢慢的对他讲福音 我讲到人的罪 我讲到人的罪 我讲到罪的结果 我讲到罪的结果 我讲到神的救恩 耶稣基督的代替性的赎罪 还有我们人的盼望 怎样得到这个救恩 一直在假如听 他一边在听 见中有问一下问题 感谢主的恩典 在降落在Cocos Island之前 我邀请他接受 我邀请他接受主 他接受了主 我记得他接受主 他的反应 我很记得他接受完主之后的反应 他眼淋淋 有点眼泪 他的眼睛含着眼泪 我不相信发生的事 我不相信发生的事 太奇妙了 我更不相信是这么奇妙 他说奇妙 神的救恩是那么的奇妙 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也是神所指定 这是神所指的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一无我夸 没有人可以自夸 让我们一无所夸 没有人可以自夸 救恩是属于神的 救恩是属于神的 机会是属于大家的 智慧是属于大家的 我们只要出去 无论你在博士地方 无论你是在博士地方 你去吃风的时候 你去度假的时候 或者专门参加教宣教的旅程 或者专门参加宣教的旅程 只要你愿意 神就会为你开路 神就会为你开路 将微信的人带入他的国度中 将卫信的人带领进入他的国度当中 Amen Amen 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 为什么我们要去宣教 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但他不只是命令我们 但不是仅仅命令我们 你知道第一位宣教士是谁吗 大家知道第一位宣教士是谁吗 史上第一位宣教士是谁 历史上的第一位宣教士 是耶稣之主 神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第一位宣教士 他将罪人带回神那里 他将罪人带回神的那里 原来教我们怎么做 然后教导我们该怎么做 我等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 各位弟子姊妹有没有思考过 主要将这个大使命 吩咐给我们 为什么主要将这个大使命 吩咐给我们呢 因为他有一个计划 因为他有一个计划 神有一个主意 神有一个主意 他想他所创造的子民 有一天会站在他的荣耀中 他想要他所创造的子民 有一天站立在他的荣耀之前 各族各群都站在神的面前 各族各群都站在神的面前 这个呢 又在启示录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了我们 大家小心看一下这段经文 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 第七十六七章九节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这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事 这就是将来发生的事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有一天在天上 有一日在天上 我们看到亿亿万万的人 我们看到亿亿万万的人 这些人是由各国各族各民来的 这些人是由各国各族各民来的 是吗 不是整个国家 各国各族各民 不是整个国家 是各国各族各民 各各不同的族民 各个不同的族民 因为一定的福音一定要传给他们 因为这个福音一定要完全的传给他们 主持人会再回来 子孙 然后才可以回来 因为神盼望有一天的人会站在他面前 因为神盼望有一天 所有的人都站在他的面前 敬拜他 敬拜他 Amen 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主将大使命的使命给我们 主将这个大使命的使命给了我们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下 将来有一天 将来有一天 你就会一样站在神的面前 你就会一样的站在主的面前 主在这里的话语告诉了我们 我说了一个见证 说了另一个见证 我有一个弟弟 我有一个弟弟 第八的弟弟 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 他是一位进行会的牧师 他回主路几年 他几年前回添加了 很多年前他犯了鼻咽癌 他好了 神呼召他 他放弃了他自己的职业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他就去读了神学 读完之后就在浸信会 成为一个牧师 成为了一位牧师 但是很可惜很多年后 他的鼻咽癌很快 很可惜 在很多年之后 他的鼻咽癌就浮发了 他又中了风 还中了风 到最后他因为肺炎 最后他是由于患了肺炎而去世 在医院的时候 在医院的时候 他在这个世界最后 两天 在最后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两天 一晚他发了个梦 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 他第二天 我们去探他的时候 他说明明 第二天我们去探他的时候 他告诉了我们 在梦中他看到什么呢 他在梦中看到了什么呢 就看到了这里 他是其中的一分子 他是其中的一分子 在梦中 在梦中 他上到了天堂 站在亿亿亿亿亿亿亿人之中 敬拜神 站在亿亿亿亿亿亿人当中 敬拜神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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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之后 他醒了之后 他梦醒之后 他还有两天的时间 他还有两天的时间 在世上 他就不同了 他很想回到主那里 他很想回到主那里 他告诉我们 我今晚再上去看一下 我今天晚上回家 再上去看一下 我不回来了 我就不回来了 他很想回到主那里 他很想回到主那里 我坦白说一句 我坦白地说一句 他很想死 很想死 我从来没见过人 这么心急返去主那里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 这么心急地要回主那里 他怎么心急呢 他怎么心急呢 他将那个鼻子里面的氧气 他想将他在鼻子里面的氧气 他不想吸氧气 他在藩子里 他不想在西洋 是想回主那里 我们阻止了他 我说弟弟啊 不要这样 等神 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 等候神的时间 神的时间 神的时间来 才是最美好的时间 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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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怀念我的地方 我想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为什么这么心急的 他要回到主那里呢 为什么他要拔掉他自己的氧气环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梦中 他见到永恒的荣耀 之后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 可以拦住他回到主那里 让他留恋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一件事 让他留恋这个世界 甚至他的家人 甚至他的家人 他宁愿离开他们 回到主那里 回到主那里 各位听众师 将来有一天 将来有一天 都在这个大的派对 你和我都在这个大的聚会当中 这是全宇宙最大的基督徒聚会 全宇宙最大的基督徒聚会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你盼望在这个聚会 你盼望能够在这个聚会吗 神绝对盼 神绝对的盼望你 因为这个缘故 他在离升天之前 将他的大使命 祝福他的教会 将他的大使命 祝福了他的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去宣教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去宣教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存福音的原因 因为主的最后的命令 因为主最后的命令 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先 Amen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原因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给主的大个掌声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祝我们能够在大使命中有份 Amen 希望今天的港道 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姊妹 约定你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